來關心的是有關於疫情了 在昨天全台的確診數突破了6000大關 昨天也是新政策3加4 也就是你居家隔離三天 然後自主健康管理四天 這個新政策上路的日子 但是就在這一天 怎麼看到了 台北市長柯文哲馬上跳出來 他直言他認為3加4撐不了幾天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3加4政策一上路之後 基本上一公布 馬上就要開始實施 地方上頭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很多人都在講 我們都還沒做好準備 你有沒有問我們需要什麼呢 柯文哲特別提到3加4的這個政策 一個人被居隔必須要有5G的快篩試劑 他就想問快篩要怎麼樣送到隔離的人手中呢 另外怎麼確定他有沒有做快篩 有沒有做對 如何回報你的系統還沒建置好啊 新北市的部分呢他則是講了 他們現在呢希望來定一個 居隔轉型試辦草案 送到衛福部來審查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在昨天的確診數當中 其實呢有相當大部分 都是新北市的市民量能真的太大了 所以他就講了 這樣子下來對於新北市來說 會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也因此呢他建議是不是親密接觸者 在收到了居隔單當天做快篩 如果是陰線的話 就不必要在家裡頭隔離三天呢 好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政策 快篩試劑一定要有 但你來看看 目前呢大家都在講 3加4這個政策是加劇了快篩試劑之亂 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人跑了好幾個銷售據點 通通都買不到 甚至有人講了 就算我也要買 可那個價格真的會讓我下不了手 一記竟然要五六百塊 真的有被搶的感覺 但不買呢好像又不行 因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公司行號 甚至呢是公共場域 是要求你必須要快篩陰性 才能夠進去裡頭工作 真的是快逼死英雄好漢了 但同一時間呢也發現 快篩試劑難道有分顏色嗎 好為什麼會這樣說 原因是因為目前來看看 全台灣現在呢說 桃園 台南 高雄 他們的快篩試劑通通都是充足的 這麼剛好 他們通通都是民進黨執政縣市 新北市的部分 毫無疑告訴你囉 他現在只剩16萬劑而已 大概就只能用一天半的時間 買的現在也因為呢 這個廠商他們講 快篩試劑通通被政府給徵收 所以他們也沒辦法出貨給新北市 讓他們考考末瑞休 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市民 好雲林的部分呢也是一樣 講說呢現在真的是有預算啦 但是有錢也買不到啊 另外包括基隆彰化苗栗跟新竹呢 則是通通希望中央快點幫幫忙 來做配發吧 而同一時間呢 也有越來越多的專家或者是醫師 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呢其實每天確診數一直在往上走 甚至台北市還告訴大家 依照他們的模型去算 很有可能到5月的時候 光台北市喔 單日確診是會破萬的 好讓大家就會覺得害怕 那該怎麼做 專家這一位 胸腸科醫師蘇伊峰 他的看法是 覺得政府呢不能只是叫民眾來醫院驗PCR 應該要快快驗才能夠壓平曲線 好怎麼快快驗呢 第一他覺得是不是能夠開放讓居家快篩 的這個結果就可以來確診呢 好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是不是開放自己採檢PCR之後 再送到醫院來檢驗 最後呢則是增加社區採檢站 好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來維護住醫院方面的量難 近期確實有很多人呢 他們對於1922打不通這件事情 有所抱怨指揮中心則是告訴你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本土疫情煙燒 近期不少民眾抱怨1922打不通 民眾實際撥打1922 但一直盲線中 客服人員都在盲線中 自助上網查尋請按1 繼續等候請按2 下午4點打給1922不間斷等候 約16分鐘都沒接通 想打進1922有難度 一名確診女大生頗網抱怨 出現發燒頭痛等七項症狀 打給1922一直打不通 正好撥給衛生局詢問 沒想到對方不斷回應 你有病是嗎 讓他很錯愕 指揮中心解釋 1922接線人員 約有400多人 近期夜間進線量暴增3.5倍 夜間高峰已加派51名接線人員 但民眾若遇到狀況要打對電話 若詢問政府心智 例如居隔3加4等相關指引 就打給1922 居隔拒檢期間有送醫需求 或要領居隔通知單防疫包等 就打給地方衛生局最快 但若隔離或居家照護期間 出現警示症狀恐危及生命 就要直接打給119 其實可以製作簡明的這個SOP 按個案件就可以找到說 目前我的狀態應該接下來要怎麼辦 應該會有蠻多人需要的 專家認為近期防疫鬆綁亂象不少 政府應多宣導相關指引 才不會讓民眾打電話打到一肚子火 至於國際間一個新的消息 是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確診了 他在今天檢測COVID-19是呈現陽性的 雖然沒有出現任何的症狀 但他表示自己會自我隔離 同時在官邸裡頭遠近工作 大家就會問 那拜登有沒有健康方面的疑慮 賀錦麗方面表示 他最近跟美國總統拜登並沒有密切接觸 我們在終於攝影棚全天候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迷你的水神霧化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買 送水神一舉兩得